蔡黄乳笑称在剧中好像女客男,再次穿上婚纱拍摄。 《三历周日》偶像剧《已读不回的恋人》本周播出最终回,最后忠诚汉所饰演的冯颖到底是生还是死? 他与蔡黄乳、豆花妹是否可以有情人忠诚眷属,还是注定就是悲剧的命运? 至于结局是怎么样的收睿,蔡黄乳、豆花妹,表示自己一直喜欢悲剧收场,毕竟现在社会有太多残酷与不美好的日子。 蔡黄乳、豆花妹在《三历》演出了三部不像偶像剧的偶像剧,包括1989亿年间《我的爱情不平凡》及即将下档的已读不回的恋人。 而这三部唯一共通点就是都不属于唯美浪漫的偶像剧,其中两部还是时空剧,蔡黄乳、豆花妹,说,这应该叫做《类偶像剧》吧,也开创了偶像剧的新题材,不是公主与白马王子过这幸福的日子。 由于已读不回的恋人的剧情逻辑比较复杂,蔡黄乳、豆花妹,出现在两个不同时空中,她就表示自己在拍摄过程中也出现很多撞墙事情,因为剧情变换让她有时一扇神也消化不了,生出好多疑问。 她笑说在剧中就好像与柯南在办案,因为2000年的她要想尽办法去改变历史,去拯救2108年的忠诚汉。 蔡黄乳、豆花妹,在最后一场戏中再次穿上婚纱拍摄,她笑说在剧中穿过好多次婚纱,但因为蝴蝶效应每场婚礼都有不同的结局,婚礼变得好揪心,几乎都是忽地生死历劫的演出,堪称是最辛苦的婚礼。 所以在剧杀清后就说,短时间内我不要再穿婚纱拍戏了。 不过这次让她演最过敏的就是角色在两个不同时空出现,一个是冲动拍,另一类则是很女人味。 由于这次演出很放,不少网友都表示蔡黄乳、豆花妹,演技爆充,突然什么都可以演了。 这次与钟成汉合作演出,笑成两人成了好哥们,尤其是在开拍初期她当了爸爸,可以感受钟成汉努力想成为大人的大男孩。 从大男孩变爸爸,宝宝带给了她很大的力量,只要一直看宝宝照片就好开心,增加好多努力的能量。 在剧组中成汉就是大家的训导主任,也总是给演员撕下很多能量,再累她还是希望大家打戏精神,想尽办法让大家开心。 资料来源,三粒电视。